各位單車時代的朋友們大家好 現在天氣非常適合長途騎乘 那不管你是要一日雙塔還是想要環島都非常適合喔 那我們今天就以環島為例 介紹一下長途騎乘究竟需要準備哪些裝備呢 環島需要準備非常多的行李 那一般我們常使用的車包有三種 一個是手把包 蹭管包 跟坐管包 Theside包包 機帶方便且不會影響騎乘 還設有伸縮繩的功能可以摘 雨衣 剖鞋可以自由運用 那我們可以依照資深的需求去挑選它的容量 現在有出很多大容量的款式 建議大家可以挑選具有反光調的車包會比較安全喔 長途旅行難免遇到夜間啟程 這時候照明設備就格外的重要囉 那可以選擇配置有行動電源的車燈套組 可以邊騎邊充 還可以幫手機充電喔 現在不只晚上需要開燈照明或警示 白天的警示功能也越來越多的需求 仿造汽車日行燈的概念 Theside今年度推出的燈具新品 新增了白天爆閃燈的功能 讓你在白天騎乘時一樣閃亮亮 提升可見度 讓所有幽怒人都可以注意到 這邊有人站在騎車喔 Theside推出的這款Laser Drive車燈 可以在車身兩旁射出兩道雷射光 讓其他汽機車可以讓我們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保證我們自身的安全 爆胎幾乎是外出騎乘最常發生的狀況之一 因此打氣桶絕對是外出騎乘的必備工具 那目前台灣的主流車種 是需要高胎壓的公路車 因此能否達到所需的胎壓 就成為挑選隨身打氣桶的重要標準 而Theside公路車專用打氣桶 可以達到160psi 除了打足胎壓之外 要怎麼知道目前的胎壓是正確的呢 過去的隨車打氣桶 因為體積的關係 只能使用浮筒式的指標 得出來的數值非常籠統而且不精確 有見於此 Theside今年度推出的隨身打氣桶 已經配備了數值式的胎壓劑 可以讓你了解當前的胎壓 避免胎壓不足再次保胎 除了隨身的打氣桶之外 還有這種非常方便的充氣工具 就是CO2的氣瓶 只是氣瓶的體積很小 所以收納常常成為騎士們的煩惱 不過Theside推出了這樣子的收納包 可以將你的微塑工具都收得妥妥貼貼 讓你再也不用為了找這些小東西而煩惱喔 可以配置鈴鐺來警示其他用路人 如果騎到人多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小鈴鐺 來提醒其他用路人即將有自行車要通過 介紹完了一系列環島的食用雙倍之後 希望大家在環島之前都可以做好充分的準備 讓我們一起享受長途騎乘的樂趣吧 到了! 未成功 我未成功 會兒 和你